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试计一下炸菜子的全过程 首先这个炒菜子的话20分钟 因为菜子炒制的话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 然后看一下这个已经是炒熟的菜子 炒菜子这个过程的话也比较短 这个炒熟的菜子怎么看熟啊看一下 黄黄的,这种情况下的话菜子已经炒熟了 现在我们把炒熟的菜子然后倒入炸油机里边开始炸油 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的这个炸油机的话 它这个是圆排机改成卧室桥排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出油率啊,出油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出油效果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改装过后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出饼哦 这样的饼出来的话已经是非常好了 因为这个饼大家可以看一下饼的光滑程度 最后的话,然后我们开始滤油 滤油首先的话,然后这个热炸油里边要加水 然后加水的这个过程,为什么加水 加水的话它是起到脱鳞的效果啊 然后加完水之后,然后我们这边要把菜子油往里边倒 大家可以看一下,菜子油里边杂质特别多,非常的脏啊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倒干净 倒干净以后的话,然后我们这边现在要开始滤油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滤油机效果哦 滤出来的油是非常清澈的,一点油渣都没有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倒进去的油是有多么的脏 并且它里边油渣特别多 但是出来的油的话,过滤之后的油特别清凉 这个也就是咱今天给大家然后炸油的整个过程的目的